30個便當擺滿桌 豐盛又壯觀 三種菜色 加上兩隻大雞腿 一旁則是滿滿的肉 算算 這總共3000元的大訂單 居然就這樣遭到惡意氣單 他有說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所以電話不是我接的 隔天我去處理這件事情之後 發現說原來 根本沒有這個人 也沒有這個電話的時候 我就 就是真的是 佳配菜放上主餐 再零醬汁 店員手忙個不停 因為在中和地區 這間便當名店 生意可是強強棍 卻在6號晚上 接到一名理性男子的來店 自稱是老闆的朋友 作案要預訂30個便當 要求隔天中午 送到永珍路口附近 徐姓老闆不宜有他 7號當天騎了2公里 親自送餐到永和的永珍路 但對方遲遲沒有出現 打電話過去 發現居然是空號 才發現慘遭棄單 損失3000多元 生意最近比較穩定一點 那可能就同業也很紅吧 便當都已經找不到人了 那我就回去把便當捐給 宗永和需要的客人 還是朋友們 相信父老這樣 小吃劍已經開業5年 遇到這樣的惡座區 老闆好無奈 但決定把這些便當拿來做愛心 臉書PO文讓附近的居民免費拿 限定一人兩份 雖然遭到惡意棄單 但轉換心境做愛心 老闆說不會究責 但以後也會多注意 才不會被有心人給浪費了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